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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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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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寒 瓜来 gaere 那里講 nak 可 开 大 所以 很 Ос 养监 我羽文氏已经认得太久了 此次回长安 就是刀兵相间之时 陛下 以上就是边阵军情 此次回长安 此次不但柔然出兵 其附属部落也纷纷出击 意图不轨 军情紧迫 还望陛下尽早定夺 这位爱卿可有良策 陛下 现在西北八府有十万大军 岂是轻易能输的 请陛下暂且放心 只怕没那么简单 那十万大军分散在八府 西北地广人稀 集结需要十日 若动用其他州府的兵马 路途遥远 等兵马到了 恐怕城早破了 真只是奇怪 柔然人进来损兵折将 就算杨俊擅自逃离 铁拔规也不曾抗议 却退兵白里 如今又突然进犯边阵 这其中 定有原因呢 启禀皇上 二皇子和三皇子求见 让他们进来 也无法务力 也无法务力 어도应该购买 尽管他的 可谓 是 是 父皇,父皇请息怒,三弟并非此意,只是十分忧心军情而已。 朕知道君儿一心未设计,但为上者,切记急躁。 陛下,刚收到一封快报。 为上者,难道…… 也报。 军儿,命你带两万兵马先行,持缘相周。 且记不要轻举妄动,柔然人比我们更需要时间。 儿臣明白。 广儿。 儿臣在。 命你帮忙调度粮草,有事,及时来报。 父皇放心,儿臣定谐尽所能,报三弟,尽早出发。 好,你们去吧。 儿臣告退。 面前,尽早达。 军儿。 陛下, 你为什么非要如此匆忙地让军儿出征呢? 你明明知道 守官的边疆是宇文泉 我担心他不但不帮忙 反倒给他使绊子 如果 家罗 先别着急 你看看这个 这事您早就知道了 他们拿朕当昏君 朕就做给他们看 家罗 牵手 在军儿出征之前 你让他进宫里头 这话要亲自吩咐 是 赵玉玉 你到底是来帮忙还是来捣乱的 小生 有话要跟你说 有话就说啊别捣乱嘛 你到底是来帮忙还是来捣乱的 赵玉 怎么了 不舒服啊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出征啊 为什么 因为我是军人呢 朝廷有难 理当出征 这句话 当初是你教我的 再说了 现在陛下 不但已经恢复了我的军职 而且 还生了我当将军 我怎么能不去啊 非也 你出征 是为了他吗 你胡说些什么呀 那你为何不让我去啊 是你自己跟我说你不想去的 我 我 你不去也好 说实话 每一次去柔然 都是九死一生 如果没有你 我早不知道自己被埋在荒漠何处了 你家只有你一个儿子 我真的不想你再去冒险 那我也不能让你去冒险了 你是我的 赵玉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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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呀 你 你 你别动 我看一下 看你这样笨头笨脑的 我怎么放心你啊 还痛不痛 能不能 不去啊 不可以 赵玉 你不要劝我了 你明白的 如果是你上战场 我一定会让你去的 你 你干嘛 你放开我 放开 洛兰 爹 先去 你怎么了 没事 我与花生 没事 演练武艺 操练操练 爹 你不是也来劝我 叫我不要去吧 不 爹完全赞同 真的 你娘找你呢 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让你出征 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 真正是 我好不容易才能 我好不容易才能 不容易才能 你不是在那里 你不是在那里 我好不容易才能 你不是在那里 边阵随险 可以险不过京城啊 看来能保护若兰的 怕只有三皇子了 为什么要来啊 身为军人 最当隐身报效朝廷 你不是说你不想再上战场了 你说你要治病救人 失陷梦想了 我现在的梦想是 得胜归来 带你一起回家 再行医治病救人 你 君儿 愿你旗开得胜 凯旋而归 谢父皇 君儿 母后只有一句话要吩咐 路上相信 才小心 父皇 母后 保住身体 三弟 二哥只怕你早日得胜归来 我们不醉不归 等我回来 君儿 你 不吴 可以 五ank 六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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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地上 吾我们的 娘 娘 这个风筝好看吗 我看看 真好看 是我帮忙做的呢 真的呀 这儿真是心灵手巧 谁心灵手巧啊 皇后来了 外祖母 你看 蝉儿做得好不好 蝉儿 你真的是什么都好 但是如果把心思 都放在这上头啊 我可不依你咯 徐公公 母后 蝉儿的学业 我一直在督促 是吗 但是听说蝉儿 最近沉衣玩乐 慌了学业 在你要看来 那个启蒙老师 怕也不是真心授业吧 不管怎么说 我跟你的父皇 我们现在只有产儿 这么一个外孙 所以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 陛下 已经亲自为产儿 找了一个好老师 为他授业解惑 真的呀 真的 徐公公 在 马上派人 到产儿房间里去 把他的衣物和被褥 准备好 送到我宫里 是 陛下 你这事 要带产儿去哪儿啊 我呀 五个儿子 上宠出了一个 不知人伦的养友 你呢 只有产儿这么一个孩子 我怕你宠溺太过 以后 他不能成才 你把他交给我 我来照顾他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不是 母后我当然放心 只是我觉得 陈儿现在还小 我想等他再大个一两岁 再让母后亲自叫回回家 丽华 你是不放心他呢 还是不放心我呀 如果你想他的话 随时过来看他就是了 母后这是哪里话呀 这世上除了自己的亲娘 丽华还能信谁呢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徐公公 在 把产儿抱走 是 娘 娘 我要良妮 娘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要产儿 记住 只有我是她的外祖 这个孩子才能过得好好的 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外祖母 哪个外祖母 会去讲外孙的皇位 殿下 此次为了皇子大魏 老臣甘冒风险 爱请殿下配合 则皇子大魏登基有望 老臣为了大宗 虽白死无憾 但有一句话相告 亲人即敌人 望殿下决断 别秀了 心不在焉的 再扎了手 都怪你 本来赵瑜已经说了 不让若兰去的 可你倒好 不但不拦着 反正把若兰给送走了 女儿也走了 女婿也走了 还说什么宝孙子 能不能活着回来不 呸呸呸 呸 都怪你 你 你懂什么呀 我是不懂 愚合在宫中呢 也不错 若兰呢 也回来了 你说这好日子不过 去打什么仗啊 也不知道若兰 在军中 怎么样了 你这好手 划ward 政府 最兴趣的 珍珞 这又是龍 珍珞 不够啊 将军麾下有十万精兵 而我所知柔然人此次 还不到十万兵马 如何说兵力不足 此次柔然人进犯 竟串联了许多的小部落 四处奔袭 我正好命令 胡都统当人分别抵抗来敌 宇文将军 这大敌当前分散兵力 那是兵家之大计啊 你这是 你是在教本将军 用兵吗 非也 非也 小生只是 是什么 你是在为我通敌 还是说我不能 将军何处此言 赵羽虽熟读兵书 却不善临阵 他只是从书本的角度出发 将军常驻边阵 老虎功高 不必夺旅 只是既然这柔然兵力强于我们 可为何七日之内 不曾攻击 末将也不明白 柔然人这次防备甚严 不攻也不退 末将为了稳妥起劫 只好紧闭城门 代守云军 你神明的 给我 你脱風 我买了 你不怕 你不怕 我买了 你不怕 如果您喜欢吃甜的呢 出门直走 就是好家的点心铺子 他家的点心 那是一绝 您若是喜欢 小的可以帮您跑腿 就是 那就麻烦小哥了 一二来一点 剩下的都是你的 得嘞客官 明天一早帮您买下 老头子 你怎么快 快就回来了 打听到哪儿能顾车了吗 我想 还是听你的 先不走了 等孩子回来再说 真的 嗯 哎 姐 啊 这次你可千万别再给我丢人了 我带这张脸出去就已经足够了 要不是我拦给我捣乱呀 我连半条急事都能给娘帮回来 便 你知道哥布奇是干什么的吗 我知道 少则三年多则七年 不得出府不略婚嫁 只能伺候公主王侯 知道你还去 那有什么不好 请银鱼石珠光宝器 环绕身边哪 环绕那也只是环绕 那东西不属于你的呀 华若兰 你就看准我得不到是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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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法师 敢不敢下来和文将一战 我倒要看看 你是凭什么北势当社的将军 不要以为你躲在城池上 就可以保住你的狗命 在本京率军杀入城中 一刀砍了你的狗头 来祭奠千古目可汗 原来堂堂的大随将军 不过是一只缩仇无愧 你休得骂人 两军队来 咱可是夫妇翻骂街啊 我就骂你了 怎么着 有本事下来和本京打一仗 这乌骨鲁居然如此嚣张 我要亲自跟他一战 等一下 您身份高贵 若您亲自上阵 若有闪失 我将如何去见陛下和娘娘 那乌骨鲁只明挑战花将军 若是他不上阵 只怕我军的士气就此一落千丈 难道要让狗人人 认为我大随的士兵是孬肿 你们是吗 我不是 我不是 什么不是 我看你们大随人 全部都吃闹肿 驾 驾 驾 你终于开应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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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 化身无尽 小生赵羽 与你生死与共 伯母 将阿弥陀佛 lui 你真的要抓我 你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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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家法师 受死了吧 是 走 你杀了我 你不敢动手吗 你不敢动手吗 你真要弄我吗 你在想不杀死的人 是我师父 我杀的人多了 他们都该死 你想报仇 你就杀了我 杀了我 我杀了我 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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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冲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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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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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小生发现一惊怪事 这柔然人的剑上 事先都沾了血 看起来也不像是毒 这一根是小生在战场上捡过来的 另一个是在城墙上爬下来的 果然 他们先是围城不攻 现在与他剑上吐血 他们到底异于何为啊 大将军为何发怒啊 末将参见将军 你何时回来的 为什么今日才回 将军息怒 末将已经回到城外两日了 今日趁大乱才赶到城中啊 末将看到 城卫都是杨俊的手下 末将不敢贸然行动 以免坏了将军和国公的大事啊 该死的杨俊 事办得如何 这是国公从长安传来的密信 请将军过目 好 有将军和国公的妙计 杨俊的该死的 一定死无葬身之地 说得好 我这还有一封信 你想办法把这信传出去 好 还有 除掉杨俊之事 你要死急而动 不可以出半点差错 是 将军您放心 属下已向上人头担保 杨俊必死无疑 不过 怎么 依属下之间 城门上应该换上咱们的人 你便好行事啊 知道了 我自有办法 那 属下就告退了 来 喝口水吧 杨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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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点水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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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花生花大将军吗 走 这是怎么啦 这可恶的柔然人 竟敢对花生花大将军如此无礼 花大将军 你现在是步步高升 怎么对这些柔然的俘虏 还这么善情善意啊 他们也是人 是人不假 可他们是柔然人 他们永远是我们的敌人 属下告退 参见陛下皇后娘娘 贝尘 你走 乃 乃 你走 是老臣渐月 若陛下不亲征 按照组制军规 进军就都不可动 现在的部署 西北 东南各府 都是军事要地 不可动一兵一组 只有长安进军可动 还请陛下定动 陛下 我襄州八府已有十万大军 军儿又带了两万人去增援 而且柔然经过多次的战争 已经伤了他的元旗 虽然他们骑兵无数 但是我们已经切断了 跟他们边镇的贸易 你想想 一个军队他没有粮食 他又能坚持多久 所以以臣妾之意 我们应该是静观其变为好 娘娘所言不差 只是此次柔然 为何突然进攻 尚不得而知 陛下 若不将危险灭于萌芽 恐将来酿成大祸 再者 如果平定了柔然 那陛下的功绩可胜汉武 可定大随千秋积夜啊 包国公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动陛下出征 我请问你 如果陛下有个三长两短 遇到了危险 我们大随弹劾千秋积夜 我们大随弹劾千秋积夜 臣心细设计 如果娘娘有疑的话 请赐臣一死 陛下 臣只请陛下处兵 为了大随更为了天下百姓 民心不可施啊 你是在威胁陛下 臣不敢 为忠心耳 皇后 军纪大事 朕自有主张 你也累了 回宫歇息吧 你也累了 不给他 祝臣是 不需要 投资 拥 rul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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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